有一个buyer的appointment 是一位想买房子从旧金山搬过来的客人 那我们一起聊一下 看看怎样能帮他买到核心意的房子 Hello,Hanny,你好 Hi,大家好 这是Hanny OK,那谢谢你找到我帮你买房子 首先呢,我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您家里的情况 那您是说您从哪里搬过来的 哦,从旧金山那边 OK,从旧金山过来的 那是为什么搬家呢,搬这边来 哦,因为我先生的工作 先生的工作,job transfer,非常好 那你们现在是租房子吗 我们现在暂时只能先租房子 租房子,OK 那请问一下你工作,先生工作的地点在哪里 City of Industry City of Industry 那你现在是工作还是你也在找周边的 对,也在找周边的 OK,非常好 那想问一下你们买这个房子 是自己住 对 自己住,家里几口人 我们目前三个 目前三个 你跟先生还有小朋友 对 那你就会考虑到要找学校相对不错的是吗 对,我希望学区大概也要在八分以上吧 嗯,理解理解 因为华人家庭很重视教育 理解 好,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带来你的贷款批准性 有有有,有的 OK,OK,我来看一下 好,OK,我看到了你的贷款经济是给你批了,贷款银行批了65万的budget 也就是我们可以去找65万之内的房子 对不对 OK,还是很不错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对房子的要求 想要几个房间呢 我目前看的是三房 三房以上,OK 那卫生间呢 至少两个吧 两个以上,OK,没问题 那对于房子的大小呢 就是大概有多少个尺 嗯,应该希望在1800尺左右 1800尺左右 三房两位 OK,对于这个院子的尺寸呢 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嗯,我们希望backyard至少有一个些地方给小孩子玩吗 因为小孩子长大以后 对,对,对,对 让我们需要一些地方遛到遛到 好好好,OK,了解了 想要一个大一点的院子 对,对 OK,那对于游泳池呢 是喜欢还是不要 可能先不要游泳是比较好 安全一点 对,安全 然后再者是我们也不太有时间去maintain这些 明白,明白 对,对,对 那对于社区里的房子呢 有那种HUA管理费的 是不考虑还是可以看看 哦,不排除的 不排除,OK,没问题 可以考虑 好,那现在呢 因为您是从旧金山搬过来的 我先给你看一下我们洛杉矶的地图 整个的区域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 那你上班的地方是City of Industry 对 按照平均我们洛杉矶人去上下班的时间 平均下来 这个整个路上大概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 也就是呢 从City of Industry周边的这些房子 半个小时车程之内都可以考虑 然后您的房子budget 也就是预算是在65万以下 想要找三房以上 两个卫生间以上 对 并且希望居住面积能达到1800尺以上 大院子没有泳池 那我现在呢 按这个预算给您推荐几个区域 您大概的了解 这个地区还是有很多不错的区域的 我帮你推荐这样几个区域 一个是210北面的一个区域呢 以Sandimas这个城市为中心 周边的Glendora,Sandimas和Laven 这样形成一片非常好的学区 它最高学分有10分 然后也有一些9分8分不错的学校 那这个区域的最大特点呢 它的居住人群以外国人为主 那其他的区域我推荐的呢 都是华人聚集区 比如说罗兰岗哈岗 比如说Chino Chino Hills 但是Chino Chino Hills是两个不同的城市 以这个57号高速为中心 71号高速为中心 Chino Hills的学校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推荐这里 再有呢就是这边的叫Rancho Cucamonga 这边呢如果同样65万价格的 你的居住空间会更大 所以也就是说 我想跟你预约下一次我们看房的时间 您看星期六上午10点 还是星期天上午10点 嗯星期六我我可以 我先生也那个时间 OK 也可以 OK 所以我是希望您和先生能一起 我们去看一下这几个区域 因为呢是 我们在选择区域的时候 我是在每一个区域给您选一套房子 我们看房子为辅 主要看区域 看neighborhood 看你喜不喜欢那个居住环境 是 然后以及周边的配套 我会相对的给你一个list 看周边有什么超市 有什么商场以及周边学校的评分情况 然后在周六的appointment之后 你和先生就会去研究一下 更倾向于哪个城市 之后我们会focus on that city oh how that how that sounds sounds good OK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买家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咨询就到这里 OK 那我们就星期六再见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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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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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